大家好 这个视频我们聊一个跟英国相关的话题 什么事呢 就是英国的国防部长最近讲话了 很狂妄 声称什么呢 我们要在做好在五到十年内 跟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开战的准备 这话狂不狂 这咱也不知道 吃了几碗这个窜息的东西 能说跟中国开战 你要说两百年前的英国 咱没话说 人家真硬 远渡重洋跨海来干中国 把大清案在地上摸擦 人家真硬 可问题是今天的英国 你靠啥呀 你指望啥跟中国打呀 最近欧洲军事演习 除了美国的装备 最牛逼的就是英国的航母 伊丽莎白号航母 结果最新消息 军演的过程中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轴断了 咱不知道是什么轴 反正是轴断了 退出演习 就这 说难听点 丢进了欧洲人的脸 就这种货还在这装逼呢 我说句不客气的话 就你英国所有的舰队 全部到中国南海这边来 全部到中国这边来 你能活过两天吗 我很好奇 对你英国所有的舰队 全部过来 能不能活两天 你不服来试试 我甚至觉得 就我们亚洲的小老地 韩国我估计都能把英国给干了 你要论装备的先进程度 韩国也有F35 不比你英国差 韩国有失踪大王后军舰 也很牛逼 对吧 你不管论海陆空 海陆空现在美国都采购韩国的装备 韩国很差吗 对吧 就亚洲的小老地 我觉得就能把英国给干了 我觉得足够了 海上跟中国打 真是吃穿西吃多了 那么不光有英国 我们就经常能发现 就是这个昂萨民族 好像都有点这种 淋不清轻重的 这种脑残的这种感觉 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 不光是英国 加拿大 是吧 你看看 好日子过久了 就没事就装逼 是吧 抓他们蒙晚舟 是吧 感觉自己牛逼的不行 当美国的狗当的特别爽 不光还有加拿大 那还有呢 澳大利亚 对吧 澳大利亚 几千万人口 就这 这三台两头 他妈跟日本搞个联合演习 声称要维护太平洋的安全 也不知道谁给他的自信 那意思就好像说 台海要是打仗的话 南海打仗的话 他好像还想伸一手 就是昂撒人的这种自信 咱中国人确实不存在 中国人都比较含蓄 比较的谦虚 我们总觉得我们还不行 可是你跟人家昂撒比一比 人家是真他妈自信 就感觉中国这种国家 他都可以伸手斗一斗 谁给他的自信呢 就澳洲的那个军事力量 我说南天上把他给团灭 我觉得也没啥难度 他有啥实力 装逼一天 而且我还想到一个问题 英国离我们太远了 假如将来有一天 有个机会的话 我们直接搞一个舰队 开到英国家门口 炮火朝着 瞄着英国大陆 就直接要求 你把所有中国的文物 都给他们还回来 限你几天之内 几个小时之内 否则的话立即开爆 就他妈应该这么干 当年英国在中国 就是这么干的 我们他妈的牙还牙 该他妈还回来了 这个世界变了 当然这个东西 可能还比较遥远 暂时咱先不提 澳大利亚呢 澳大利亚可没有那么远 而且澳大利亚 我一直说是个好地方 这个地方的铁矿 铿矿 甚至还可以放牧 有大量的木 可以种牧草放牧 这是个福地 中国人的老祖先眼瞎 没发现 可惜了 可惜了 但是呢 现在也不晚 也不晚 我觉得呢 如果下一次 这个中国 这个跟 不管是跟日本 跟美国 跟台湾 还是哪里 干下来了 如果这个规模足够大的话 就双方已经彻底撕破脸的情况下 我倒不防 觉得中国有必要派一支部队 直接把澳大利亚给拿下来 全部占领 当然这个风险很大 你要知道 因为这个澳大利亚离我们很远 这个补给线是很容易被攻击的 你要面临着可能补给中断的风险 因此让我们去的时候 就要代购足够多的一些东西 就是要让这个岛能够独立生存 但是这里面又会面临一个风险 就是他会不会闹独立的风险 就是我们怎么加强对他的控制 这都是难题 都是难题 但是呢 虽然难 有些事该做也要做 澳大利亚这块地方必须抢下来 抢下来之后呢 是吧 给毛利人画一块自留地 反正这一块以后都是你们的 都是你们的 你们爱干啥干啥 不管 你们用完全的自由 你们想搞什么搞什么 不管 但是有一点 中国跟你签订纠正同盟 保护你的安全 但是你不允许勾结境外国家 就这一条 其他的 我们每年给你多少钱 养着你们这帮废物 其他的不管 他们的政治啊 其他也完全自由 生产的地方 把白人全部抓起来 装上船 最好是用木船 多生产一大批的这种木船 往船上一装 送到公海里面一扔 不要了 走 然后呢 岸边架上中机枪 赶他妈过来就开枪 谁爱要谁拿走 反正澳洲的白人 也就个一两千万两三千万 那个样子 多搞点船 搞个几千艘船 往船上一装 拉到公海 往这一扔 不要了 其他哪个国家 紧要的话 连船带走 送你几千艘船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我们中国人 还是仁慈的 我们还是怜悯 非常文明的 我们不能搞 种族屠杀那一套 我们要坚决捍卫文明 我们也要展现我们的文明 但是那块地 是你们抢的 你们能抢 我也能抢 对吧 英国将来 还比较远 我们暂时还拿 不太可能说 到他的海岸线去威胁的 但是澳大利亚这块 如果有机会的话 该干就要干 只不过我们需要担忧的是 怎么防止 出征的武将做大 不听调度 失控 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中国历史上 这种例子太多了 这是我们中国 需要面临的难题 你外国不随 至少英美没有这种问题 但是我们中国 确实会有这种问题 我甚至都担心 咱说这个话 有点开散性 发散性思维了 我甚至都担心什么 有没有可能 我们的军官 他妈占领到道理亚之后 直接他妈投降 不能叫同小投降 就是我们选择中立 是吧 我们跟美国是朋友 有没有可能 我都怀疑 有些东西 咱也不敢乱说 但是 因为中国的政治历史 这方面 写的教训太多了 你想想都头疼 行吧 反正更多也没啥可说的 就是英国这帮狗逼 你不让他吃点 挨点打 但是真不知道 啥叫 毛爷三只眼 所以说 经常他妈在装逼 还是那句话 我特别期待 有一天 假如说中国 退无可对 让无可让 真的需要跟美国 来一场决战的话 最好让美国 把那些小老弟全叫来 一块干 因为中国也不可能 永远跟他们持续的打下去 最好是一次 全部干掉 这样对我们是有利的 这就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当时 这个 这个曹操 三国演义里面 写曹操争马超的时候 这个马超那边 三天两头来了几个部落 这个援兵来了 就是另外几个枪族的部落 来支持马超 这个曹操这边一听说 来援兵了 高兴的不得了 这很多人都诧异 说成像 这为什么马超那边来援兵了 你这么高兴呢 是吧 这个我们就不好打了 你高兴是为啥 这曹操怎么说的呢 说如果他援兵不来的话 我们想打他们 还要深入这个山中 深入大漠 特别的难 难打 我们到了将来会很不好打的 很麻烦 如果 倒不如趁着他们 现在的援兵都来了 集中在一块 我们一举全奸 永远肃清 另外还有一个 当年赵冲国 赵冲国 也是打枪族 当时枪族叛乱 赵冲国来镇压的时候 也是按兵不动 然后枪人的部落越聚越多 赵冲国也是说 好事 好 很好 然后手下人也是不理解 为啥 他们的兵越来越多 我们不好弄 赵冲国怎么说的 说人多而心不齐 就是他们远兵确实越来越多 部落越来越多 但是他们人心不齐 这样的话便于 就是这个瓦解 各个击破 然后呢 就是啥呢 就是他们这些部落 平常你想打他们都找不着 现在他们聚在一块了 好搞 然后赵冲国开始在这些部落里面 分化瓦解 今天拉拢这个 明天拉拢那个 让他们内部自相怀疑 最终一战把他们全干掉 那么英美这个其实也是一样 你看我们如果中国远征欧洲 去干英国干法国 这个挺难的 说实话 这个一个是你去的少了吧 这个干不过 你去的多了吧 你的后勤不一定行 对吧 所以说呢 倒不如让他们来中国加盟口 一举全歼 最好他们全来 这个其实对我们反倒是有好处的 最怕的就是啥呢 就是他妈的都不使权力 每个国家派两艘船来了 你说你把他打败也没啥屌用 最好他们把权力使出来 全来 这个我可能 我觉得对于中国学习百年血仇 可能是最有好处的 一战把这些殖民国家全部干倒 那个时候中国的民族自信会 一夜爆棚 你信吗 一夜爆棚 那个时候甚至我觉得 中国的文化基因都会改变 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民族自信 会重新回来 那个时候大家都会不由自主的觉得 中国人就是牛逼 是吧 这个实际 如果有这么一场胜利的话 中国这个民族自信一定会回来的 这也是我相信 我们很希望的 但是呢 战争的这个代价当然也很大 也需要全民族一起承担 这个东西也是说 尽量避免 但如果避无可避的话 来一下也就来一下了 没办法嘛 对不对 好吧 就说这么多 就说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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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